作者 张义 突变来自网络为应对美国日益加大的兑序动物压力 俄罗斯动员起相当规模武装力量对美舰行威慑 并准备随时持援日益压力保证据内 战军是不会因美国军事件而出现逆转 然而 于此紧张时刻 俄罗军事专家却对俄军阻止美军动物不抱太大希望 他们认为美国及其盟友会如同前几次动物一样 先逃至所谓话物证据 然后对去政府军发起进攻 甚至会前行在续化定进北区 所以俄必须联手几个地区军事强国才有可能阻止美方行动 但关键时刻 原本支持俄的土耳其却太多暧昧 这导致地区局势出现失衡迹象 发生新一轮大规模危机可能性日历增大 2018年9月2日 据观察者网报道 面对蓄利亚紧张之势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将集结25艘战舰与30架战机 在地中海地区进行防空办前大演习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俄罗最先进的苏30SM战机 预备视为俄罗斯战略和力量 像整个图160战略空炸机也将出动 而东地中海相关地区 也被宣布为禁飞区和铁航区 俄方以此震慑西方国家 不要在蓄利亚轻举妄动 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及俄驻美大使阿纳托利 安东洛夫也直言不讳警告着 西方伙伴 特别是美国 不要在蓄利亚玩火 面对俄方警告 美国及其盟友似乎熟视无睹 不仅美军先是去主解罗斯号和卡尔尼 号已经部署到东地中海 与先起地达的俄北方舰队主力遥相对峙 一对B1B轰炸机也携带数百枚先进巡航导弹 无助卡尔尼舞台的军事基地使当地空中打击平台总数增加到70个 可使用巡航导弹达380枚 此外 据欧方截获的可靠情报 BP受过严格训练的美英特工已经潜入伊德利部 与所谓恐怖分子接头 他们主要任务是再次导演化武器机 然后嫁祸于市政府军 从而为美英等国军事打击市政府军制造接口 虽然俄罗斯积极调兵险将 但是俄军事专家却认为 基于先前几次经验及美俄军事对比 以当前俄罗斯在东地中海的海空军力量配置 以待美英等国再度再度炮制所谓换问其 并与此队需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 甚至强行划定进北区 那么俄很难凭自身力量阻止他们这样做 至少很难阻止他们发动将大规模导弹袭袭击 俄专家如此悲观的态度和美俄在当地军事力量对比 不平和有很大关系 不可以否认俄军此方可谓要出家底 北方舰队与黑海舰队的主力都已经进驻东地中海 且都配备先舰并售获时战检验的口径NK巡航导弹 空中包括图160在内大批军舰战机也进驻是空军基地 但这些加底于美军相比还是有些单薄 因为尽卡塔尔五代的军事基地就部署 有70架大型巡航导弹打击平台 而海上力量方面初心调入了两艘新型区逐渐晚 美军第五舰队还出动数十艘军舰进驻波斯湾 所以俄方军力部署虽不能说不知一提 但至少是处于下风 这种并力对比上差距 决定俄罗斯必须与地区军事强国 联手才能阻止美英等国军事打击叙利亚 可当前美军兵运波斯湾 已经有效牵制驻与俄交好的地区军事打过伊朗 况且还有也门内战未解 伊朗纵使有些联手俄罗斯也很难起它大作用 而其他几个军事大国 如沙特、约旦、以色列等都是美国盟国 指望他们与俄联手制军美国并不现实 因此最有可能争取到其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国家只剩下土耳其 可关键时刻 土耳其的表态却模糊不清 正出访俄罗斯的土来长夏武士奥卢之前表示 若是政府军强行进军一得一捕 将可能引发难明朝 这会是一场可怕灾难 对国际社会带来负面效应 同时也会破坏额土之间业维形成的信任 所以为今之计 额土之间因刀商讨如何维护 已经获得的成果并将只有效巩固 土耳其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事实上 土耳其的人道主义借口 也显示出一种态度 即土耳其并不会回到以往反对须巴沙尔政府的老路 可并不代表就会完全支持 而促使土耳其形成这种态度的重要原因 是由于须政府军正在进攻须西北部 但土耳其已经利用多年须内战 在这里已经引起庞大势力 暂时反对派武装已经溃 不成军背景下 若任由须政府军将该地区收复 那须政府无疑会重新掌握该地区主导权 这种情况下 土耳其利益如何保全 就成为土最关注的事情 所以其并不支持须政府军继续进军 可如果支持美国 依照现在图内关系 会很容易是闭门跟不说 一旦美国顺利得手 土耳其利益恐还是无法保全 因此利用模糊态度代价而故 不是为安全之计 但讽刺的是 土耳其的小聪明 却大大刺激美英等国动物野心 因为额陷于国力 无法触动更大规模武装力量 而伊朗 因波斯湾方向 受到美军威胁就坚受制于也门内战 自古尚且不暇 又且能腾出手帮助俄罗斯 经过数年战争形成的脆弱地区军事平衡 一旦被打破 那美国将不仅会毁灭一个叙利亚 任何不听话的地区国家 都会受到直接军事威胁 即使没有俄裔等国军事支持 土耳其也能独存 美俄地区军事博弈 已经到关键阶段 而土耳其的选择将可能成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无论土最终选择放手一波 还是冷眼旁观 中东军事都会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实现地区和平将遥遥无期 中文字幕提供